PS的会员折扣又来了 仅适用于新用户 不适用于已经是会员的用户 而且只有12月的年会员有折扣 一个月和三个月是没有折扣的 另外一档会员没有折扣 二档三档会员是打个七折 咱们以二档为例 原价一年705港币 现在是493.5 折合人民币大概450吧 三档会员原价820 现在是574 优惠截止日期是2023年的12月18号 这个很短 也就是下礼拜一 我感觉索尼在疯狂试探 它在这个接骨眼 在圣诞促销之前出了会员折扣 那圣诞促销它还有没有折扣 我希望有 我希望针对老用户来一个 但是大概率估计没有 今年也就是2023年 应该会员折扣 这是最后一波了 下一波等着春节吧 其实七折还是挺适合新用户的 花个400多块钱 把二档会员库里边的游戏都玩一遍 而且还能领取一个月会员的每个月三款游戏 不管拉不拉 不管好不好 新用户没玩过 总之都是值得的 老用户如果没到期 先这么着吧 我的是明年6月份才到期呢 到时候再看看 我不着急许 不过话说回来 我还想买一款游戏 上次促销 我买了一个使命召唤16 这次我想买这款 使命召唤14 二战 听说也不错 它的价格已经来到了141亿 原价是420多 虽然是个PS4游戏 但是据说这是二战使命召唤里边最好的 目前这个价格我也能接受 如果我买了这款 那现在就剩下一个使命召唤18 先锋没买了 现在很贵 等以后先锋什么时候100多块钱了 再入一个 那我的使命召唤最近这些年的版本都收集齐了 20新买的 19去年买的 18准备买 17是会员送的 16自己买的 这又是一个14 虽然我只通关了19 是单机版 不影响我买 不影响我想要 你们说呢